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676回 白衣僧人气势汹汹而来 徐凤年脸色有些尴尬 怕倒是不怕 就是难免呢 有些心虚 天底下任何一个当爹的 谁不会恼火 有人竟敢坑蒙拐骗自己闺女的王不但呢 当年李东西离家出走 偷溜出两蝉寺行走江湖 怀疑揣着小二百两银在 估计是他爹呀 在寺中讲经说法积攒好多年的家底子 结果一遇上他们三个人 胡吃海喝 很快就穷得叮当滥响 估计这位女侠回家后啊 说漏了嘴 给这白衣僧人呢 记痕上了 徐凤年李亏只好强颜欢笑 打定主意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白衣僧人步子大走得快 身后七十啊 还跟着一位妇人 算不得有多漂亮 而且涂脂抹粉也稍稍厚重了些 原来李东西当年在梧桐愿往自己脸上挂上半斤的胭脂 那是有家学圆圆的呀 那白衣僧人呢 风风火火来到徐凤年的身前 指着徐凤年的鼻子就兴师问罪道 我闺女东西和我徒弟南北呢 听说你小子早先嫌多两张嘴吃饭 就把他们赶去西蜀南兆 这就是你们清凉山的待客之道 回头让我瞅见闺女要是瘦了几斤 你信不信我去你们家门口骂街去 来到白衣僧人身旁的妇人 先是对徐凤年展颜一笑 然后扯了扯李当心的僧袍 小声碎碎念叨 什么我不我的 自称贫僧 东西回山后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高人就要有高人的气度风范 东西部总说 当年跟他一起游历江湖的剑客 叫什么来着 老黄 他就能一眼看出高手身份 李当心 你再看看你 像话吗 这白衣僧人呢显然还在气头上冷哼了一声 只是稍稍改口道 信不信贫僧去青凉山撒坡打滚去 贫僧今儿也就是没带磨了无数遍的刀 那妇人应该是比自己男人多出许多人轻事故 咳嗽一声 打断白衣僧人的威胁言辞 扭头对徐凤年笑着解释 王爷 别听这光头瞎说 根本没什么刀不刀的 其实啊 就是咱们四历老主持砍柴批柴的玩意儿 东西他爹呀 就是挂念那颗老光头 不对 是挂念他师父 所以呢 时不时的拿出来磨磨 怕生锈了 老方丈没留下什么东西 也就一把柴刀 一部手抄金刚经 和那口啊 每日劳作归来后洗手的大缸 唉 那柴刀和经书啊 还好说 拿就拿了 那口钢就沉了些 值得放在寺里不去冻了 否则咱们东西将来的架状 也能多一样物件 白衣僧人无奈道 哪有把水钢当女儿架状的道理啊 那妇人一翻白眼 江南道多少名人雅士 都喜好用的钢底淤泥制糊啊 值钱着呢 徐凤年微笑附和 对 我曾经见过江南卢家的礼部侍郎老上述 就用过一盏鸣壶 正是早年去两蝉寺烧香的时候 变着发的跟老方丈讨要了十几斤泥制成的 妇人顿时是没开眼笑 看待这位没什么架子的年轻藩王啊 越发的顺眼了 对对对 可不是嘛 然后他对白衣僧人一瞪眼 好好说话 别伤了和气 李当心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一物降一物 媳妇发话 比圣旨都管用 韩贵这时候好不容易能插上话了 他起手行礼道 贫道 小处封青山馆韩贵 对吴禅僧人神往已久 李当心看着这个佛道之争前名声不显的武当道士 比起对待徐凤年就多了几分笑脸 他潇洒还礼道 韩真人有礼了 此次莲花丰三场辩论 你我二人是在最后一日的第三场 到时候还望韩真人嘴下留情啊 韩贵笑道 贫道为时当不得真人的称呼 两禅僧人喊一声韩道人即可 李当心哈哈一笑 道人道人得道之人 道士道士正道之士 真人真人求真之人 贫僧啊 还是喊你韩真人比较好 若是王重楼在此 贫僧道士不妨喊一声王道士 如果红喜相站在身前 那就要真的尊称一声红道人了 韩贵笑而不语 李当心瞥了眼韩贵那清澈的眼神 收敛了光芒轻声感慨 你们武当跟龙虎山确实不太一样 若是那帮皇子贵人听到这话 不要说西字本的老道士就是宁字本的 这会儿也该火冒三丈不清净了 韩贵平静的说 非是武当道士相较龙虎山天师府 心境清静更长 只不过两山西修道路不同 但终归殊途同归 贫道师父和王长教 就对龙虎山老真人赵希团极为尊敬 数次邀请老真人来我武当论道 老真人每次只要途经北梁 也从不因门户不同而拒绝 贫道就曾亲耳倾听 赵老真人说那三教合一 手艺匪浅 白依僧人笑问道 如果贫僧没记错 正是你们武当吕祖首唱三教合一 那么试问到底是谁的一样 韩贵不做思量脱口而出 吕祖曾言道同弃书 这是三教合一的根底所在 以贫道浅见 不知其事却略知其非 就是这个一 未必在参禅道深处 无禅可参的无禅高僧手里 也未必就在如今恰逢 灭佛圣道的武当山上 一样未必在那些保读诗书 最善清谈的登山读书人口中 李当心再次摸着自己的光头 眼神中似乎颇多欣赏 他点了点头 歉意的说 贫僧三次无理试探 韩真人莫怪 韩贵笑道 无妨 无妨 一行人结伴登山 白依僧人跟韩贵随意聊着武当的风土人情 既无佛教积风 也无道家玄机 如同他相遇故知 言语都是踩着西瓜皮滑到哪是哪 白依僧人有意不理睬徐凤年 大概是怕自己又忍不住要找刀砍人去了 一个男人遇上抢自己媳妇的 那二话不说拎刀砍人 遇上抢自己闺女的砍不砍 除了那个胆大包天的小兔崽子品性到底如何很关键 再就是看闺女他娘亲的态度了 此时那位李东西的娘亲或者说南北小和尚的师娘 对徐凤年则极为和颜悦色 虽说不是丈母娘看待女婿越看越喜欢的眼光 但也像是路上偶遇了一个对自己闺女有那么点想法的晚辈年轻人 谈不上会多么刻意热络 但肯定不会拉下脸来 那妇人也是心大的无边无际 一开始啊还有些端着姿态 毕竟眼前的年轻人那可是西北中藩的第一号人物 可很快水到渠成 唠唠叨叨家长里短了 埋怨到了北梁境内 花几钱了可真是厉害啊 尤其是当你东西从北梁回去后烧了好些个胭脂水粉 早就用光了 结果她如今去那幽州铺子一看 那价格真是死贵死贵啊 那说到这儿啊 夫人就很感谢了徐凤年几句 说东西那闺女当年不知轻重 离开清凉山王府的时候 一口气收了那么多昂贵礼物 然后夫人呢就自顾自笑起来 坦然如今要她还钱那是绝对还不上了 这趟走得急呀也没带回礼 家里那些个积蓄也早就给她败光了 徐凤年听着这妇人毫不忌讳自揭其短的虚斗 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竖起耳朵偷听两边动静的小道童清心也就奇了怪了 师父一个道士跟大名鼎鼎被誉为肉身菩萨的白僧人谈得拢 这已经够奇怪了 这位堂堂的北梁王也能跟那妇人说得来吗 白衣僧人李当心呢是莲花丰争论最重要的人物 作为当代的两禅寺主持本身就是天下佛教之牛儿者 而徐凤年也是武当的头等贵客 故而这一行人呢就直奔了山顶武当主观紫阳公落脚 武当原本倒是没有这般给人画出三六九等的习惯 只不过很快武当山就发现他们不讲究 登山访客却是最讲究介意了 是从客人嘴中得知 原来隶属于武当山道教的九宫三十六观 竟然在江湖上早就有了坐次高低之别 能够在九宫下榻那是最能彰显官场身份和江湖地位的事情 如果能继身三十六观中的上八观休息 也值得沾沾自喜一番 随着香客增多 尤其是那波淮南江南两道士族名士的到来 许多远离主峰的下八观也人马没换了 以至于不得不闭门谢客 就在徐凤年和白衣僧人一行人 前脚由紫阳宫后门走路的时候 就有个眉清目秀的小道童 火急火燎的跑到了韩贵的身边 哭嗓着脸小声的说 师叔祖师叔祖 山上新来了一批贵客 长律真人亲自陪同他们游览了咱们主峰 客人们也不似寻常提出诸多要求的外乡人 没有非要在山上落脚休息 说是在山脚下客栈已经订好了房间 可长律真人亲口发话了 说这几位客人怠慢不得 要咱们就是变也要变出三间雅士 我师父和几位师叔都急死了 好不容易在紫阳宫才找出两间 再多可就真办不到了 临近山顶的神霄罐太虚罐也都为难 说连柴也都腾出来给客人住了 那么咱们总没有让客人一半留山一半下山的道理吧 徐凤年当年在山上练刀 跟清宁两辈的道士大多打过照面 他又是过目不忘了 于是就笑问 宁和小道长 谁呀 这么大的面子 当初小道士曾经在山门口陪着那位奇牛的太师叔组一起迎接过眼前人 自然知晓徐凤年的身份 小道士赶忙行礼 回禀王爷 听清风师叔说是上阴学宫韩先生的学生 徐凤年恍然大悟 先前收到过一份来自刘州青苍城的谍报 说是韩老先生继续西行烂陀山 但是听说武当山要举办佛道之争后啊 就让数位弟子返回梁州 与那位独去济北的九中仙人长岁在武当山会合 老人只带了孙女韩国秀和那几名护送之人继续远游 徐凤年当时只敢奢望韩古子弟子之中有一个留在北梁 如果是兵法大家许黄那是最好 若是性情洒脱的纵横是司马灿也不错 现在听到这个消息 徐凤年感觉到有些遗憾 如果仅是一两人来到武当山 多半板声钉钉要为北梁效力 可连长岁都来了 恐怕也就意味着一个都不会留在北梁 徐凤年叹息了一声 脸上却笑道 宁和小道长 你去跟师父说一声 就说把本王那间屋子让给这群客人 本王猜那间屋子呀 住个两三人总是不难呢 小道是哪敢接这话呀 韩贵在一旁柔声说 宁和啊 就按照王爷的吩咐如此行事好了 还有啊 把我和清新的屋子也让给客人 不等韩贵说完 小道士就大声的说 师叔祖 这怎么行 小筑峰青山冠和莲花峰 离着可有十多里山路呢 清新 清新师叔 每次来莲花峰找我们玩 呃不对不对 是来莲花峰帮师叔祖借阅书籍 都累的不行 宁字辈的小道士越说嗓音越低 韩贵的徒弟清新道同啊 恨不得挖个地洞钻下去 完蛋了 这回回青山冠呢 少不得要罚超十遍点击了 白衣僧人转头对自己媳妇嘖嘖道 瞧瞧 瞧瞧人家山上的晚辈 多想着自己的长辈啊 跟奔南北一块玩的那几个小光头 可都成天想着在咱们家骗吃骗喝呢 那妇人一笑 错了 分明都是冲着咱们闺女去的 平日里我在四中路上 见到的小和尚多邋遢 可每次去咱们家 哪次不是穿上刚清洗干净的 郑洁僧袍啊 白衣僧人勃然大怒 还有这回事儿 那妇人一翻白眼 你才知道 白衣僧人愤愤的说 那几颗小光头啊 就是欠敲的 还有奔南北更是笨 这不是引狼入室是什么啊 那妇人没好气的说 敲吧敲吧 敲出一个个顿悟才好 省得由你来当那个 不拿钱只发钱的主持 最终啊 韩贵和小道童去一位长律真人陈瑶的亲自本徒弟那借住 而徐凤年呢 就去当年炼刀的半山喜相池毛屋住一晚 下山之前 徐凤年先把白衣僧人送到了下榻房间 韩贵则率先告辞离去 此时武当山上人人忙的焦头烂额 韩贵除去负责把徐凤年接入紫阳宫 其实手头啊还有一大堆事物要忙 其实山上各个辈分的道士都心知肚明 韩贵未来是要担当大任 毕竟连老长教王崇楼也说过 韩贵道心最稳 甚至连红喜相也半真半假开玩笑 说这山上多桂树的小柱峰 最适合名字中带桂子的韩贵去修行武道 而如今武当山硕果仅存的陈瑶于兴瑞两位 辈分最高的真人 对韩贵这个与世无争的晚辈也极为看重 徐凤年送到门口外 白衣僧人推门后突然转身问 见过贫僧的师伯了 徐凤年愣了一下才醒悟过来 是在说呀 在西域烂陀山下的鸡汤和尚 老和尚正是龙树圣僧的师兄 他点了点头 我能与拓跋菩萨战而不死 李当心摆了摆手 人都死了 好话说给谁听 徐凤年莫然 无言以对 白衣僧人叹气一声 他感伤的说 不过话说回来 师伯能放下心中连 也亏得是你出现 当年我独身悉行万里 是师伯放心不下 本意是去西域那一处接我返回两禅寺 不曾想那一次停步 就停了二十来年呢 贫僧的顿悟之说 何尝不是受惠于师伯的心得 行了 一事归一事 闺女一事还没完 不过师伯能落莲花 我得谢你一声 李当心低头 双手合十 徐凤年双手合十 轻轻还礼 当徐凤年走后 白衣僧人关上门 妇人坐在椅子上揉着小腿肚子 他笑道 闺女呢 只有一个 南北奔闺奔 到底早就是一家人 唉 我要是有两个闺女就好了 李当心在一旁小声的嘀咕着 就算有两个闺女 我也不乐意当这小子的老丈人 见到一次的 就拿草筑赶一次 夫人破天荒 没有争锋相对 她柔声的说 先前跟这孩子闲聊了一路 我聊起了咱们家东西玩心太重 她陪我聊着聊着 也顺口说了句无心之语 挺有意思的 大意是说呀 她小时候才是真正的顽劣不堪 年少时总会嫌弃长辈 如此这般那样的种种管束 结果好不容易等到自己长大了 猛然发现犯了错都没人骂声一句 反而啊怀念小时候了 白衣僧人靠着椅背摸着光头 不知为何也有些怀念自己小时候 给师父在耳边唠唠叨叨的场景 黑羊黄苦 参与满满湖 参赐满门湖 多少天饮过苦 古明的路 福与酒一湖 帝王江山寄仆土